亲爱的姐妹,你们好,我们今天又开始我们的网上的识经的讨论会 那我们继续讲到圣灵充满和怎么样被圣灵充满 那我们是讲到人经历圣灵的方式,在那个资料C那里的ABC 然后我们今次是讲到第三个经文,马太11章28节 凡劳苦丹充满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这里是讲到我们可以经历神给我们的安息 那个原文的意思是rest 劳苦丹充满其实是两个字来的,劳苦就是很忙碌,很辛苦做事 丹充满就是有烦恼,有压力,burdened,好像负很多责任那样 那就是说凡是很劳苦,很辛苦,而又有重担的各样的烦恼 各样的不开心的地方,重担,烦恼,忧伤 都可以来我这里,我就叫你们得到安息 那这句话呢,可以看到耶稣的神圣,我问一下大家 在这里怎样看到耶稣的神圣? 耶稣的神圣是他很温柔和很谦卑 OK,只是纯粹温柔和谦卑就不可以说这个是神圣的 就是我说他是神,他是神,就是这句话是告诉我 他是神,只是由我谦卑,不可以由这件事就说他是神的 但是在这里,是有讲到他的权柄能力,显示他是神 OK,有没有其他人想说呢? 就是他的人化老虎啊,化重压啊,为这个安息啊,舒畅啊 都是有这种改变的能力 OK,你再讲清楚一点,你说得对的 解释清楚一点 解释清楚一点 他可以刺给人安息 嗯哼,OK,OK,那我呢,你这个说得对的,那我补充一下 因为人没有能力进入人的里面 而这个经文呢,凡是劳苦担重压 凡是,无论你什么款的劳苦担重压 来到耶稣那里,耶稣都有能力叫你得到安息 那这个是人不能够答应别人的 就是我们没有这个能力,令到人 劳苦担重压的人呢,凡是 都能够得到安息呢 就是他在原文有个哦那个字 所有,所有,所有劳苦担重压的人呢 都可以来到他那里 就是他有这个能力 而人是,没有这个能力进入人的心中的 没有能力去改变他的心态的 但是神有这个能力,那这个就显出他的神性 那也都同时呢,耶稣在圣经里面有不同的应许 让我们看到他是神的 譬如他,大家想不想到一些呢 让大家想一下先,看看想不想到 有些什么? 有些什么经文在圣经耶稣说到他自己 是显示他是神的 就是,到我者女来就永远不再渴了 是的,到我者女来就不渴了 不渴,永远不渴 还有不渴,OK 还有呢?就是因为 唯有神才能够令到人真正满足的 OK 阿玛利亚,沙玛利亚人 沙玛利亚主人当时呢 他实在呢 他说呢 我知道呢,尼塞亚 将来来到必为我 我将一切的事都明白的 那么耶稣就说 我就是那个尼塞亚 嗯,是的,OK 好,还有呢 跟这个沙玛利亚人还有一句说话 有一句说话显示他的神性 渴我的水永远就不渴 是的,是的 就是信我的人在他腹中 信我的人在腹中流出活水缸 是另一个经文的 但是这里就说到 我伺活水给他,他就永远不渴了 OK 大家还有没有想到其他经文? 嗯,他所受的边伤我们得医治 OK 好,即是他有这个能力 因为譬如好像我,如果我受伤 我不会,我不会能够医到其他人 即是他能够代替我们受到边伤 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 如果不是借着他 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去扶持 这个也是我们的忠保 OK 他是真理 即是他就是真理 即是真理在他里面 他里面有一切的真理 OK 神的杖,神的杆都安慰了 这个就是 这个在旧约圣经诗篇23篇 是不是? 你是不是在那里? 是啊 但是这个不能够 即是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耶稣啊 这个 哦,现在是耶稣 OK 好 那还有呢 就是什么呢? 耶稣说 我是生命在我 復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但是他原文呢 其实 是这样说的 是 I am the resurrection and the life 我是復活 我是生命 但是中文好像觉得 好像比较奇怪 所以就将那个 我事就变成在我 就是非常之 就是好像很隐悔 就是好像 復活呢 就是由我那里来 那样 但是呢 其实原文就是 我就是復活 和我就是生命 就是他是生命的来源 OK 那就是原来耶稣所说的很多说话 都显示他 不是一个普通人 因为普通人做不到的事 他做到的 他能够完全祝福人 另外一个就是 我来了是要叫 羊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就是没有一个人能够答应 他能够令到人有丰盛的生命 OK 也有说到信那个人有永生 哪个人能够答应 人可以有永生呢 那这些都是显示他 是神 有这个神的完全的能力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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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到安息,我们可以看到神的什么本性,他的属性和本质。 OK,这个是应当,凡是应当属于什么?应当是属于什么? 我现在问是耶稣的属性,凡是应当属于什么的类别? 有没有人可以回答我? 即是我们应该是照着做的。 是的,命令或者是吩咐或者是律法,就是神吩咐我们做的事,就不是讲到神的本质。 我们要分清律法属性和恩典,律法就是圣经吩咐我们做。 我们不要以为律法就是旧约才有的,新约一样是很多吩咐的。 所有凡是命令,吩咐我们,你们予此相爱,都是律法来的。 你们要爱神,都是律法来的。 就是律法的意思就是说,不一定讲到旧约的律法,就是凡是吩咐我们做的,这个就是律法。 那属性就是神的本质,神是他的本质,譬如他是慈爱,他是喜乐的,他是兴散的,他有能力的,他是圣结的,是公义的,这些就是神的本质,或者是属性。 然后神的恩典就是神的恩典就是神为我们做的事。 通常有我们在这里,就是神去救我们,感动我们,加力给我们,陪伴我们,提升我们,赐恩赐给我们,这些就是恩典。 OK,好,那我们回到这里,就是说,我们看到耶稣的什么属性。 那我都再补充一点,我们分辨这些有什么重要性呢? 我们就知道,什么是神做,什么是我们做。 我们越知道神做的愿美,我们就会越是欣赏他,越对他有信心。 就是我们要分清就是说,当我们明白神做的事,我们要明白神的恩典, 我们就会对他有信心,就不会担心了。 而我们做的,很多时候人就以为,只是叫人做。 吩咐人,律法吩咐人做什么?这个是对的,律法是好的,不是律法是错的。 不过人,如果没有恩典,是不能进行全律法的,我们不能做的。 所以我们要分清,哪些是要做的。 那譬如我们分享信息,我们讲信息,我们要很分清,到底我们在叫人做什么? 因为告诉人,神为他做什么?我们要分清这件事。 那就是我们的教导就会清晰,和自己也不会混乱。 就是有时,因为人经常在想,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呢? 就会,就是有时会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就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因为只是想着我做什么。或者有些人,他只是整天都叫人, 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你没有做什么? 你没有做什么?结果带来后果呢? 这个就是属于警戒,或者是懲罚的领域的。 那这些我们要分清了,就是在我们的思想上分清, 我们那个,你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会越来越清晰。 一看,我知道是律法,还是恩典。一看,我知道这个是警告, 还是懲罚,还是神会答应我们的事情。 那么我们分清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分辨任何人传出的讯息。 就是有时有些人传出的讯息,他是对的,不是错的, 他叫人多传福音,多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 还有很多教会都没有做什么,这些不是错的,是对的。 不过,如果他完全没有恩典的时候, 就好像只是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 那这个东西是未必达到那个效果的。 就是说,你要多些祈祷,我相信大家都听过很多这些讯息。 你要祈祷,你要遵从神,你要传福音, 你要救灵魂,就是很多人听到, 但是他不代表他有能力做到的。 那这个能力一定是由恩典来的。 就是说,我知道神喜悦,神会加力给我, 神会欣赏我,神会祝福赏赐我,神会提升我, 我生命是很宝贵的。 是,我们的生命是宝贵,和神可以使用我们祝福更多人, 是比我们有动力更加去尊重神的。 就是好像一个小朋友,如果他妈妈一天都是, 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 你又没有做什么,你经常都不听话, 你很远啊,你没用啊,你快点做,快点读书,快点读书。 你觉得这个小朋友会不会,就是比例上, 会不会很乖呢?就算他乖呢, 他对于他妈妈可能有点反感的, 他觉得他妈妈就是吹逼他, 但是如果他妈妈是欣赏他, 你是很宝贵的,你很重要的, 你可以做很伟大的事,你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的, 你是很重要的,你不可以轻看自己的, 我都不轻看你,你是很重要的, 那你一听神的话,你遵从神,你做你应该做的事, 你生命可以很大发挥的,那你一做对了, 那妈妈立刻赞他,他就会即时有, 就会有强的动力去继续做了, 就是妈妈赞他,哇,你今次的工作做得很好哦, 那他呢,将来的工作做得好, 他就会很想他妈妈看到的, 那这个就是他,在他生命里面, 他觉得被激励,被欣赏, 觉得他是宝贵的,那人就会有动力的, 那所以我们发觉耶稣都是这样对人的, 就是比如彼得说,你离开我, 因为我一个罪人, 但是耶稣说,你不用怕, 你要得人了,你将来要得人了, 那就是说,就是告诉我们听, 耶稣的应许,令他们呢,有信心向前去, OK,那我们回到这里, 那为什么我要加插这些的教导呢? 因为我们要分辨什么是恩典, 什么是属性, 什么是我们应该做的, 这样呢,我们的心里面呢, 就会很清晰了, 神不会我做什么, 我也都知道当我遵从神, 神是一定很欢喜的, 神一定喜悦的, 那我们就会清晰自己清晰, 和帮人那时候清晰了, OK,好, 有没有人想说呢? 在这里我们看到神的什么属性? 牧师,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 刚刚有人说了, David,你先说, 因为你先说, 耶稣说, 就使你们得安息, 因为安息是不得救的, 得救是不是归于安息呢? 这个, 可以说, 得救的后果只一是安息, 但是, 不是相等的, 这个名词是不相等的, 我们要分清的, 不是相等的, 耶稣这里主要不是讲到安息, 不是主要不是讲到得救的, 就是, 来到耶稣那里, 来到耶稣那里, 真的信靠耶稣是可以得救的, 不过耶稣这里主要, 是讲到, 他能够赐给我们心灵里面的, 休息, 就是, 整个人不用那么劳苦, 并且有平安, 卿省, 这样, ok, 可以包括, 有时候我们要明白广义, 广义和狭窄的定义, 什么叫广义和狭窄的定义呢? 比如, 耶稣说到, 在比喻里面说到, 财主拉撒路呢, 就, 那个财主就说, 你让我回去, 就是叫拉撒路复活, 回去跟我的弟兄说, 叫他不要来这个地方, 那耶稣就说, 如果他们有, 律法和先知的说话, 他们不听呢, 他们就, 就算见到死人复活, 都不会相信的, 那这个, 律法呢, 就是, 包括就是律法书, 和, 就是圣经里面, 旧约的圣经, 有时圣经, 律法这个字, 也可以包括, 旧约圣经的意思的, 就是有, 广义和合义, 合义呢, 就是说, 圣经吩咐我们做些什么, 就是, 合义, 那, 譬如说到救恩, 或者安息, 合义的意思, 就是, 心灵的轻省, 广义, 就是会包括, 得救啊, 整个人生命是, 完整啊, 不过我们通常来说, 在这些情况, 我们就不将它, 不讲过广义, 因为这样的时候, 很多东西都很混乱, 变成了, 什么东西都是有了一切, 就是, 我们要分清, 我们现在讲的救恩, 讲的心灵, 还是各方面的祝福, 你明白这一点? 明白, OK, 好, 先有人讲到能力, OK, 这里呢, 我想大家再想清楚, 这个经文所讲的, 主要是不是讲到能力, 就是说, 是不是耶稣有能力, 因为重点是耶稣, 哪一方面呢? Hello, hello, 他为我们负担那个重胆, ok, ok, 好, ok, 我现在问, 负担我们重胆, 这个属于恩典, 就是, 他为我们做什么, 是不是? 就是我们的技术, 是为我们做什么, 但是属性, 我现在在问属性, 首先都要讲到能力了, 能力有很多种的, 能力有创造天地的能力, 所以我们要清晰的, 是不是这里讲创造天地的能力, 还是什么能力呢? 他本身就是一个平安之子, 他是The Prince of Peace, 这个是他的属性, 他也有这个能力, 来到, 就是带给人家平安, 还有背人家的淡子, ok, 他是平安之子, 这个是一个title, 他的身份, 是, 就不是讲到他的属性, 他包含他的属性, 如果你讲属性的时候, 他是什么属性? 他是充满平安的神, 他的属性就是平安的, 就是一个很peaceful的神, 是的, 没错了, 第一点, 他本身很peaceful, 为什么他先说平安之子, 我要你再讲清楚一点呢? 因为他属性, 就不是平安之子, 属性是他有平安的, ok, 这是第一, 是, 明白, ok, 那除了这个, 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什么属性呢? 他也是要有人爱咯, 要有爱, 他就要为我们背那些重担, ok, 就是有爱, 因为很广阔的, 我们要将他, 我们要将他, 连接着这个经文更加清晰, 更加清晰, 更加清晰, 特别这个经文所说的, 是能够, 就是他有这个本质, 他关心人, 劳好担重担, 他关心人, 心灵的痛苦, 大家能够拿到吗? 他关心, 他很有心去帮我们这件事, 他有心帮我们, 都是他的本性来的, 他关心我们这件事, 他有心去帮这件事, 帮我们的心灵, 可以得到清晰医治, 这里你就看到我和那个经文连接, 大家能够拿到吗? 就是我们, 譬如说任何经文的时候, 不要只说, 神很爱我们, 神怜悯我们, 这个很广阔的, 哪一方面都是, 譬如说到耶稣救恩, 也是怜悯, 耶稣的圣灵, 会感动我们也是怜悯, 为我们预备天堂, 也是怜悯, 有这么多样的怜悯, 我们要指明哪一方面的怜悯, 那我们的分享就会很准确, 或者我们有一天, 分享信息的时候会很准确, 那我在这里顺便, 我都说一下, 分享信息, 或者分享经文, 很重要一点是, 连贯说同一样东西, 不要说一样东西, 这样的时候, 人就会获得到, 那个意思, 譬如用这个, 马太十一章二十八节, 讲信息这样, 那我就会怎样说呢, 我就会讲出人的问题, 很多人都是怜苦担重, 但不要烦恼, 那么这个, 然后神的本性是什么呢, 神的本性是, 他里面是很平安, 虽然他有亿万样东西去做, 但他不会因为, 因为他要做这么多东西, 而犯怒, 他也不会因为, 很多人不听他说话, 而犯怒, 激气怒怒, 他是会很平安, 他里面是完全的安息, 虽然他做很多东西, 但是他同时是完全的安息, 他有能力, 在这种安息之下, 能够做到他要做的东西了, 这个东西就是神的能力, 真是超自然的, 那么他这么大有能力的时候, 所以我们可以放心了, 这个是后果了, 我们的信念了, 我们可以放心, 我们不用担心了, 因为耶稣是会帮我们, 面对一切困难, 他一定会帮我们的, 然后呢, 就说, 好了, 我们怎样得到安息, 那你发觉我整个信息呢, 都是和这个经文所说的有关, 就不会这么说, 普遍耶稣有爱, 有怜悯, 有关心, 但又不说清楚是什么, 所以我希望大家, 你查经的时候, 你将来在教会查经, 分享什么都好, 当你说的时候, 不要只说, 神很爱我们, 这个是很广阔的, 神很爱我们, 关心我们, 我们的劳苦担重担, 他不想我们受苦, 这样会触摸人的心, 因为我们讲开这个劳苦担重担, 得到安息的嘛, 那很多人都有劳苦担重担的嘛, 耶稣关心我们, 我们有劳苦担重担, 耶稣很联盟我们, 他很想帮我们, 他有能力帮我们, 凡是亲近他的人, 他就能够将平安赐给我们, 叫我们心里面, 轻省, 归回安息啊, 是一个很大的礼物, 就好像去到天堂, 如果我们高度信任神的照顾呢, 和他保持这个深度的关系呢, 我们可以去到一个层次呢, 就是真是接近在天堂的情况了, 我们不会去到天堂的情况,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始终有罪性, 有罪性拖累我们的, 不过, 我们可以尽量接近, 去到天堂的情况, 虽然我们看到有些基督徒是很兴散的, 但是我们也看到有些基督徒是很沉重的, 他虽然有很大的事工, 但是他是很沉重, 他也都将这些沉重的感觉传递给人的, 他不是做到这一件事的, OK? 刚刚我所讲到这里, 就是说, 我们要specific, 就是指明, 和讲出那一方面的恩典, 和我们的主题有什么关系, 这一点大家有没有, 问题的, 就是想澄清的, 大家明白吗? OK, 好, 那这个, 那这个, 那这个经文本身是很简单的, 不过呢, 就是我拆开它, 第一就是, 就是我总括一下, 我再说什么, 我稍后再说到应用, 首先, 我拆解这个, 勞虎担重担, 两个字是不同的, 意思是, 勞虎就是说, 很辛苦做事, 很忙碌做事, 那么呢, 担重担就是背着烦恼, 有些烦恼又不开心, 情绪的压抑, 各类的东西, 的人都可以来到耶稣那里, 来到耶稣那里, 是什么意思呢? 来到耶稣那里, 是什么意思呢? 来到耶稣那里, 就是什么意思呢? 完全的信任, 和肯自己交托给他, 就是来到他那里, OK, 好, 信任, 和交托是非常好, 就是信任他, 其实你先用那些名词呢, 我们都分辨一下, 你讲一下, 就好像我们识经, 我们都解释人讲的话, 和怎么讲得更加清楚, 就是我们信任他, 和交托, 信任呢, 就是我们那个内心的状况, 我内心信任, 交托呢, 就是我行动, 我将我生命交在神的手中, 我让神去掌管, 大家听不听到我讲这句话? 就是当一个人讲这句话的时候, 我会拿到他的意思, 那如果再清楚呢, 因为有时候是这样的, 譬如分享的人讲, 我们信任他, 交托给他, 那些人听未必明白, 什么意思呢? 他只是听到一些名词而已, 有时候呢, 讲信息的人分享的人, 就是讲了一堆名词, 信靠神, 倚靠神, 爱神, 感谢神, 欢喜神, 那些人听完, 是听到一堆名词, 他不会很深刻, 就是怎么做呢? 他不会很深刻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呢, 再清楚一点讲一下, 先讲一下, 姐妹你可以讲一下, 其实我听到, 我知道你的声音是谁的, 其实, 大部分我都知道的, 有时候我看一看都知道, 不过我为什么特意不讲名字呢? 因为, 因为, 因为这个上了网, 所以我就不讲名字出来, OK? 你想讲一下, 怎样信任和交托呢? 信任就是, 凡事在我们做某些事, 我们都信得过他是一个, 我们的, 好天父, 好神, 那, 有时, 出来的结果, 不是我们所, 希望的, 都知道, 他是给我们最好的东西, 那是一个信任, 那他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 未必是我们知道的, 未必是我们要的, 这个是我所说的信任, 即是信得过他, 即是信得过他, 也就是信任, 那交托就是, 交托就是, 那我们平时做事呢, 都是有信任才有交托, 因为你信得过他, 你就会把东西交给他, 就是这样, 譬如说你是, 是这样的意思, 即是你信得过他, 你交托给他, 知道他会帮你来带领行事, 还有到最后, 无论这个结果是怎样, 都知道是好的。 OK, 好, 非常好, 那我们将来说的时候, 可以就是这样, 清晰讲, 但也都可以清晰而简结, 那什么叫清晰而简结呢? 因为如果句句都讲得很长, 又很长的了, 那我们可以怎样说呢? 我来到耶稣那里, 就是我信得过, 这个和那个经文relate, 我们很重要, 说的和经文有关系, 尽量提及经文的内容, 就是我信得过神呢, 祂是能够赐给我安息的, 祂会搞定我一切的事的, 所以呢, 我可以放心, 那然后呢, 我所有做的事, 我觉得很烦了, 我觉得很多沉重的责任, 很多人的事令我不开心, 我就交给神, 即使有人对我不好也好, 神啊, 你负责了, 我不用负责祂所有生命, 我尽量可以祝福祂, 但如果祂不听我的说话的时候, 祂不遵从神的时候呢, 祂还是很多负面的事, 我不需要背着的, 那你就跟那个经文相关了, 所以, 将来大家呢, 你分享的时候, 尽量都讲回这个经文所讲的事, 这里是讲到劳苦丹重丹, 来到耶稣那里, 我就信任祂, 祂会搞定这一切, 还有我将这些事情, 所有交给祂, 所以, 其实很多时候, 人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 见到那些人不好, 那些人很烦恼, 或者事奉的时候, 教会有些问题, 于是呢, 就觉得很烦恼, 就没有安息了, 那我们就说, 我信得过神, 神你负责, 教会神负责, 弟兄姊妹的, 不是我去负责, 所以我就不去背着淡子了, 那这里讲到两种的情况, 那我也想补充呢, 就是另外呢, 就很重要, 我们得到安息的方法, 从圣经里面呢, 都是常在耶稣里面, 事事跟耶稣有亲密的关系, 就是呢, 神的同在, 就会将安息赐给我们的, 就是人自然就会平安, 轻散, 舒服, 没有重担, 没有烦恼, 那这个呢, 就是神的同在, 带来的祝福, 好, 好, 那我们呢, 继续看完这个经文, 就是, 所以, 来到耶稣那里, 不是单是这样说, 来到, 也包括了, 信靠祂啦, 亲近祂啦, 喜悦祂啦, 也都是将一切的事, 交在祂手中信, 交托给祂, 遵从祂啦, 那呢, 神就叫我们得到安息了, 那这个经文呢, 讲到我们可以rest, 意思就是说, 神负责, 所以我不需要烦恼, 不需要在这个劳苦的状况, 那不代表我们不努力, 我们可以努力, 无论得事不得事, 都要无要传道, 就是我们是努力去做的, 但是呢, 我们做得来是轻省喜乐的, 那这个经文呢, 的意思其实是简单的, 不过我依然呢, 将它拆解呢, 发觉, 原来里面都有很多不同的意思, 还有, 那个字的意思都要去分析, 更加清楚的, 因为我的目的呢, 我们这个《茶经》, 不单止是《茶经》, 我是想训练你们, 翌日懂得令《茶经》, 还有训练你们, 如何从经文分辨神学, 不会让一些人呢, 是, 随便说什么神学, 又信了, 很多人呢, 是什么都信的, 他说先知哦, 那我什么都信了, 真的才知道是什么, 但是, 的而且他有些不是真的才知道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分辨, 我们有这个分辨的能力, 还有能够呢, 把《茶经》呢, 解释出来, 别人听到, 觉得有帮助的, 好, 那我们最后去到, 应用了, 那, 在这里呢, 我自己去, 就是, 去讲, 因为, 为什么呢, 时间关系呢, 那, 耶稣就说了, 劳苦担重担, 就是, 基本上, 就是不用担心, 而在三十节那里有讲到的, 我的握是容易, 我只是轻散, 因为, 我这里主要讲到, 经历圣灵, 所以我们就没有, 将二十九三十节拿出来, 那, 但这里讲到呢, 就是, 神呢, 负责我们一切, 所以, 他握是容易, 他淡只是轻散的, 那, 我们应用在这里, 我们因为讲, 可以经历圣灵, 就是, 很多人在祈祷的时候, 会经历, 好像, 那些重担呢, 鬆了, 那这个都很多人告诉我听的, 祈圣灵呢, 好像, 那心的重担, 鬆了, 所以我会问他们, 你心灵和身体有什么, 经历或者感受, 身体圣经也有讲到的, 居住诗篇十六天第九节那里讲到, 我的肉身也要安然, 居住身体都可以舒服的, 那, 平时, 他们没有声音, 没声音, 有声音, 大家都看见会了音乐, 还有声音乐, 而声音乐, 还没有声音乐, 没声音乐。 其他人能听得到吗? 听不到吗? 聽不到牧師的聲音 聽不到牧師的聲音 牧師要開麥克風 現在聽到沒有?應該聽到了 OK 這些經歷是用來幫助自己和人 當我們祈禱的時候經歷輕散 我們就知道神用同在神祝福我 叫我輕散 這個就是應用在自己身上 應用在別人身上我們祈禱 他覺得平安、輕散、舒服 我們就說你記得這個經歷 第一就是神在你身上做功 第二你以後祈禱去到這個位置 你就保持神與你同在 也讓耶穌去做他的工作 將你的重擔煩惱拿走 這個就是第一 在經歷聖靈方面 我們知道可以經歷平安、輕散 我們就用這件事幫助人 知道他真的有經歷神 並且以後祈禱去保持這個經歷 另一點我們說到應用就是我們都學習 分辨一下我們裡面有多少壓力 猛爭、怒吵 其實耶穌說你們當父我去騙 這裡沒有寫出來的 29節他說你們當父我去騙 因為很多人他負自己的壓力 他覺得這個時工是我的 他不覺得是耶穌的時工 並且他跟人分得很清 你的教會時工是你的 我的教會時工是我的 所以有些人會搶羊 就覺得你有你的時工 我有我的時工 我的時工要很厲害 這個是神很不喜歡的 因為全世界的教會 全世界的基督徒都是屬於神 不是屬於哪一個教會的 所以我們不要用人的方法 用人的方法就會擔重擔 整天都說我教會要多少人 想教會多人沒有問題 這個人沒有問題 不過千萬不要犧牲了神裡面的喜樂平安 還有呢 有些人就是不斷被人壓力 就是在那個教會裡面 你不斷有壓力 你要帶多些人回來 而他們有時候因為 為了帶多些人 就變成做什麼呢 因為帶不信的人回來是難一點的 他們就去找其他基督徒 就說我教會比你的 我教會很厲害的 我教會有很多釋放醫治的 很多聖靈工作 你走來我們教會 或者我們有些訓練課程 你訓練完之後 叫他參加教會 這件事就是真的有些教會做的 雖然我又做訓練課程 但是我不會叫那些人 你參加我的教會 他們仍然是參加他們自己的教會 這個就是我只是想祝福教會 我不是跟別人搶羊 因為當我們這樣做的時候 我們就不會得到安息的 我們的心就會犯粗 會有壓力 另外就是我們在整個生命都是 我們留意自己 我有多少東西背著 我的家人不好 我家人有些地方 他們互相傷害 那我是不是能夠放手呢 因為我經常都被他們影響呢 在我侍奉裡面 我有沒有什麼給自己壓力呢 就算分享也是 我這次是不是講得不夠好啊 我們知道不夠好去改善是沒有問題 但是有些人總是會抓住 哎呀我不夠好不夠好 就會 整天都是壓力的 就是我怎樣做好些 做好些甚至比較 我要好過他 我要好到好像他那麼好 那這些就是壓力了 其實很奇妙的 人越興省的時候 他的侍奉是越有果效 他越喜樂平安 越有果效 那我自己簡單一個見證 我都講過我第一個教會眾師的時候 我是很大壓力 因為傳統人是背後批評 那我後來就離開了教會 回到香港 那我就做學生工作為主 也都有做教會的事工的 那我是很興省的 真的回到香港很開心 很興省 我又跟那些學生建立關係 是這個過程我又開心 而果效是非常之強烈的 就是我們現在的團計 用那些房子 每個團計都藏滿了人 就是這個真是很奇妙的因例 是神的工作神的作為 但是就是說 原來當我自己興省的時候 我不是一個壓力之下侍奉 那個果效是很不同的 那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是 無論我們的生活 我們在人設物 我們的侍奉 我們都深信神會照顧一切 這個是神的事工 我不需要揹著單字 那我們的心就輕省 就喜樂 平安就有力量了 這個就是那個主要的應用 我們找到有什麼地方 我們有煩惱的 我們就說交給神 神你負責 其中一件我發覺很多人都有的情況 就是他有軟弱 有犯罪 或者負面情緒 或者有些強迫性思想之類 任何一件事 當那個人一出現的時候 他第一個反應 哎呀我又壞了 我又壞了 我又很生氣了 我不喜歡 很強烈的反應 這個反而是一個緊鎖 就是他經常都 因為我們人有罪性 我們接受我有罪性 我有罪的意念 不出奇的 有負面思想不出奇的 有強迫性思想不出奇的 不過我只是我盡快處理 我盡快去靠著耶穌去處理 就不是說我沒有了這些問題 有時候有些人就會好像說到 我有問題 我又壞了 我又不好了 所以我們要明白 就是我們有問題的時候 我們都不要看得那麼嚴重 嚴重難 我們要知道罪是嚴重 不過我們不要去打自己 罵自己 而是說 神啊我悔改 求主赦免我 求主給力量改變 那這個就是一個很簡單的回應 我是知道他有罪 我知道有破壞性 我求主赦免 讓我就去處理 就不是說 哎呀我又壞了 我就去罵自己 哎呀我又失敗了 或者覺得自己都不做得好 那這些就是外加上去 不必要的 令到自己勞苦擔重擔的事情 就是很多人就是 整天外加這些這樣的壓力 在自己身上 我又壞了 我又壞了 就去罵自己 就去說自己不行了不行了 這些是人的罪性的聲音 也可以說 有些人 就是有些情況就是魔鬼的聲音 有時候不是一定是魔鬼的聲音 是自己自發的都可以的 OK 好 簡單講一個形容 有沒有人有問題或者回應 我有些回應啊 牧師 是 我是溫哥華的Eric 很高興去參加你這個 因為我25日才加入群組 那這次為什麼加入群組呢 其實我是 我看到神的能力 因為我是一個弟兄 他是溫哥華的弟兄 他去了新疆 但是他不知道怎樣 他找到你 然後把你的informations 擺了給我 然後我主動打你 就找你和你談 談完之後 跟著你加了群組 那我今早都跟你 就是我這邊今早跟你去聊天 你是可以很快 很precisely 你可以看到 spot到我的思想 那個跳 因為那裡我是 我講話很多時候就是不focus的 但是今早都被你指出了之後 我開始更加知道自己的問題是哪裏的 還有 還有 我 看到 就是 我認識很多很多牧師的 包括今天下午 我都跟我教會的一個傳導人 也是聖業的 我都有把你的informations傳給他 但是給我感覺是很多教會的牧師呢 他們是真的會有 我 這裡 這裡我當貪 你 他不會過當 第一 他有很多東西 給我感覺他們有很多淡子在身上 這件事情 我 希望大家都一起為這個牧者 我們不要去指責他 而是我們為他們祈禱 因為 當 我們其實地上的所有的教會 那個是完全的 我們 大家其實是 怎麼互為肢體 但是現在很可惜的就是 教會與教會之間 是 大家互相 就是大家在搶羊 我覺得是 一個很可憐的 我要講話 因為我很喜歡講話的 但是我覺得 我不想講太多 因為我覺得 在這裡 大家是 很感謝牧師 其實25日才認識你 但是到今天 我是得著很多 因為 是見到 你是 因為我一直是 宣所主張 沒有記錄 一直在追求著 神 在聖經上面有一句的 你們要被聖靈充滿 我一直到現在 我是 是問過牧師 你有沒有被聖靈充滿 什麼叫做聖靈充滿 你被聖靈充滿 你被聖靈充滿 但是一直是沒有 只是得到一個 就是真正的 有一個經歷的回覆的 但是在牧師身上 就是我 除了是上台 我和你有對答 和你有什麼關係 也都繼續我是在這裡 經歷著的 多謝你 好 多謝主 多謝主 好 多謝你分享 有沒有其他人回應 我們今天的訊息 我們今天所查的經文 還有沒有人回應 或者詢問 可能時間不夠 我下次 就是那個騙 那個騙 那個騙是 什麼是 那個騙 那個騙 我的騙 不是我的騙 又有些 什麼 的 什麼 這個騙的 方法 諸如此類 那些 因為 OK 很多的解決 OK 這裡我簡單回應你 為什麼我在這裡的經文 講到經歷聖靈 我不講到下面那一部分 因為我主要是講到我們其他可以經歷聖靈的工作 就是我們可以怎樣經歷到 所以說到主要就是那個安息 重擔出去 就沒有講到那個深度的安息 因為下面那裡講到就是 你當父愛騙 學我養息 只要你不心理 就必得享安息 那這個騙呢 其實 就是我們從字面解釋 都可以很容易明白它的意思的 騙就是那些牛 枯在那個肩膀那裡 叫來拉那個泥 意思就是工作 而耶穌說是我的騙 就是說這個是我的時工 全世界的 呼音工作都是神的事工 那這件事就看到我們 就是神是擁有 和掌管一切的事工的 那我們就和耶穌一起有心了 有心於神的事工 我很想做到神 想我們做的事 也都想祝福宗教會 我們祝福自己的教會是好的 沒有問題的 不過如果我們有機會的時候 都可以祝福宗教會 那當然有些事工是特別是祝福宗教會 譬如中信月刊 他們是祝福宗教會 那而我本身我的呼召 都是祝福宗教會為主的 就是希望訓練更多人 侍奉神 在他們教會裡面 名叫神 並且發揮他的生命 亦都是幫助更多人預備耶穌回來的 因為我看到現在的跡象 這個我另外說 這些就是說很多氣候 和戰爭 經濟 很多方面的地震 這些都是顯示這個世界 是很近末期的 而且以那些天氣的情況 真是很難想像十年之後會怎樣 因為很多地方現在的熱浪都很厲害 饑荒很厲害 山火很厲害 這些都是我們進入末期的時候 而很多人就相信這個災難前避提 所以他們就覺得 一到大災難 我經常等到大災難來 那我就脫爛了 但是其實聖經是講到 我們要面對大災難 那我就想興起更多人 去服侍主 遵從神 做神所吩咐的 那這個都是耶穌的握 那當然每一個人 他的呼召是不同的 每個人都有這個同一的呼召 那所以耶穌的握 總之凡是做耶穌想做的事 和他一起同工 這個就是耶穌的握 而不是我自己製造出來 譬如有時候有些人 他只是他想做到的事 並沒有耶穌的吩咐 吩咐的意思不是一定要 耶穌跟他講話 告訴他你要做什麼 而是聖經所講了 我們應該做什麼 那我們就應該做了 當我們服耶穌的握 和學耶穌的生命 我們心裡面就必得享安息了 這個是一個深度的安息 是特別講到享受的 心裡面的 在一個靈魂裡面的 得到享安息的 那這個 就是講到一個 當我們侍奉神 和學耶穌的生命的時候 我們就得享安息 然後最後耶穌就講到 因為我騙是容易 我單止輕盛 我會負責你一切的侍奉 你們的生命 什麼我都負責 所以我們不用擔心 OK 好 有沒有人有其他 就是這個 你這個說法 就是那些 那些欺騙就是 事奉 不是只是事奉的 不是只是事奉的 但是那個 勞苦擔重擔 其實是很多人 記得在那個苦水之中 就是 不是一定是事奉 那 那 都沒有去到這個層次 那 那 神,你學我的樣式 可能 這個 就是 就是 他的針對 是不是 說什麼 呢 這個 這個 不只是說事奉 雖然後面說事奉 但是 不是 是煩 因為煩 煩 煩 勞苦 就是所有勞苦的人 那 所以 包括任何一種的勞苦 那 就 學耶穌的樣式 就是學耶穌的生命 他的 倚靠神 他 喜悦神 愛神 以神的事為念 耶穌 神吩咐他做的事 他才做 神叫他講的事 他才講 這是耶穌所講的說話 那 和耶穌是 憐憫人 他平安 他不會 那些事情 個人 意思是 譬如他們 他們釘耶穌 耶穌沒有說 我很苦 你們陷害我 耶穌並沒有這樣的反應 當那些婦女為他哭的時候 他說你不用為我哭 你為你們和你的兒女哭 因為將來耶路撒冷租的災難是很大 就是 他不是以他自己得到什麼為念 他是以神的事為念 這都是耶穌的生命的質素 當我們越學耶穌的生命質素 我們就越得到 响 安息 OK 好 掌問有詢問 或者是 有一個題目 不好意思 是學我的樣式 但是和我騙的關係 關係就是這樣 我們有生命和有侍奉 生命就是學耶穌的樣式 這個就是生命 所以聖經有說到 你有良善 有忠心的婦人 良善就是生命 忠心就是侍奉 做了他應該做的事 所以這個父耶穌是忠心 是侍奉的 或者他的生命 總之做出神吩咐做的事 然後學耶穌的樣式 就是他的生命 就是兩樣都需要的 好 謝謝 先有另一個節目想說 我想問一下那個經文 就是去經文那裡說 來到耶穌面前 他必會使你得安息 那這個是不是一個 大條件性的一種祝福 就是要去對他面前 交給他 你才會得到的 是不是 是 而這個應許 也都會根據那個人 進入耶穌的程度 就是信耶穌 有很多人已經安息了 不過呢 有時候慢慢 就是比較 真是一個奇怪的現象 有些人真信耶穌初信的時候 馬上有很大的安息平安 但是後來因為他 跟了一些軟弱基督徒 或者他教會裡面教得不夠 或者教會教了他 又不會遵從 結果他又進入了煩惱 就是這個情況 我都頗常見的 就是初信就很開心 平安 但是慢慢慢慢的 越來越多煩惱的 那就是 真是人是會有各樣的事情困難 以至呢 我們失去了神的恩典 所以這個進入安息呢 是有程度的 有些人很投入 他的安息是很高度的 有些人呢是 片面的投入 那另外有些人呢 就揹自己的淡子 我的事工有多強 多強 人家怎麼稱讚我 人家怎麼看重我的事工 很多人跟我 那麼他呢 就覺得很開心 如果不是他就會不開心 那麼他呢 就將他的 他的自我形象和他侍奉掛勾 我們不要將我們的自我形象 我們的價值和我侍奉掛勾 不只是說我侍奉得很厲害 我才會開心的 我為耶穌做任何小事我都開心 這樣的時候我們越做越輕盛 但是如果經常都說 哎呀我還做得未夠啊 未夠好啊 那就會好得淡子了 所以每一個人領受 這個是有不同的 所以這個是有條件性的應許 意思就是說 是每個人領受是不同的 就是你領受的安息 聖經有些應許是 譬如聖經講到耶穌要來 這個應許是無條件性的 神說了耶穌要來是一定會來 這個是無條件性的 但是關於基督徒生命的東西 都是有條件性 雖然有時候有些人說 信耶穌不是一個條件 這個是一個方法 但是總之他信耶穌 他想得到福氣 都一定要信 但是這個信 他在神樂上 有些人就說 這個不是一個條件 是一個方式 OK的 無論是說的方式或者條件 但是總是他要信才可以得救 他不信他不可以得救的 所以某程度這個都是一個條件 不過這個不是一個 我們可以做了一件事 令我們賠得救恩 只是一個方式 但是必然有做到這件事 才可以得救 而基督徒生命所有的祝福 都是應許給那些 愛他聽他說的人 那這一點是很多基督徒不太明白的 因為他們又說 我想耶穌這麼久 我很多苦惱 我很多煩惱 神都不幫我 那他有時審查一下他的生命 到底我們有多聽神的話 如果他沒有聽神的話的時候 那他的罪就被魔鬼留地捕 他就會有很多的苦惱 OK 所以這個是有條件性的 還有沒有人有 那為什麼有時候我回答你們 我不是只有一句 因為我也想順便說這個神婆 就是給大家知道 聖經的確是講到條件性的 雖然我們得的恩典 是遠遠超過我們所付出的 就是那 有時候有些人這樣的條件就是 多勞多得 你做多少你才賺到這麼多 在神裡面呢 我們一做已經得到的祝福和賞賜 是超越我們所付出的代價的 所以這個是很不同普通人的領域的 那我也會解釋這些觀念 讓大家在神學上有些觀念清晰 當有些人說到 譬如有時候有些人會壓迫人 有些人說到 雖然我同時我也說 我們要聽話神祝福 我有這樣說的 但有些人就會反過來說的 為什麼你不得福呢 因為你經常都不聽話 那你要多些聽話 這句話你可以說是一個事實 不過也有一件事 就是它少了恩典在裡面 你不得到因為你不聽話 你不聽話 那些人就會覺得壓力 那我要做做做做 那現在好像是奴隸的 我要做做做做 我才有福 那奴隸心態和兒子心態很不同 兒子心態我做任何事情 神都歡喜 而且我還沒做 那個爸爸已經抱著浪子 已經先愛了他 他一回來他都還沒改 他爸爸已經賜給他各樣的禮物 所以神是一個很好的神 那我們用這個恩典來推動人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神學 但是我發覺不是很多人有這件事的 那我也很感激神 神安排我 是真的在美國路德會的神學院 他們在這方面是很清晰的教導 是令到我以後 也都不是因為神學院 因為我從聖經找到原來是恩典推動為主的 那這個是對我很大的祝福 OK 還有沒有人有問題 好 沒有了我們就祈禱了 多謝天父 我們可以的話 一起站起來放鬆個人 讓聖靈更大的 充滿我們 更新我們 多謝天父 多謝耶穌 感謝耶穌 因為神很喜悅 我們親近你 當我們來到你那裡 你就很歡喜 你就叫我們得到安息 我們多謝你 因為神是美善的神 神是憐憫的神 神是慈愛的神 有很多恩典 很多祝福等著賜給我們的 神已經為我們預備 神既不愛惜自己的兒子 為我們眾人捨了 豈不也飽萬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賜給我們嗎 神將耶穌賜給我們 都將萬物都賜給我們 所以我們越信靠耶穌 越遵從神 我們越可以領受神 在不同領域所賜給我們的恩典 包括我們個人的恩賜 神給我們的供應 和侍奉的機會 祝福人的機會 和永恆的賞賜 這些都是神賜賜給我們的 但可惜很多基督徒是沒有得到 並且甚至他們是活在煩惱之中的 求主耶穌幫助我們 幫助我們 全心依靠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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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神得利 耶穌你真好耶穌你真美善 願你的名被尊崇 祂主幫助我們 更加信任你 將自己的生命 交在你的手中 完全信任你 以至我們的生命 是越來越得福的 越來越進入你的安息 叫我們的生命 無論是日常生活 和人的交往 我們的侍奉 都不帶著淡紙的 揹著淡紙的 多謝耶穌 多謝耶穌 叫我們的心平穩安靜 我的心平穩安靜 無將斷過你的世子 在他無親的懷仲 我的心平穩安靜 主啊幫助我們整個人 興省 喜樂平安 如果我們有些什麼淡紙的 求主幫助我們 處理這些淡紙 處理這些罪 處理這些煩惱 處理這些憂鬱 讓我們的心平穩安靜 開心做人 因為神的心意 就是我們每個基督徒 都可以喜樂 我們可以喜樂 這個是恩典來的 不單止是吩咐 正間有講到你們都要喜樂 但是呢 這個不只是一個吩咐 是一個 應許 我們可以在神裡面 喜樂 我們做人可以開心的 主耶穌 我們不需要在煩惱之中 求主幫助我們 這個信念去改變 就是說我們可以在神裡面 很開心的 正如一個人 他有個很好的父母 他說我父母對我這麼好 我可以天天都開心的 我們有這麼好的天父 我們可以天天都開心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求主賜給我們平安喜樂 整個人興省開心 得力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感謝天父 榮耀 還讚歸給天父 願你的命得著榮耀 願你的命得著尊崇 主耶穌 我們願意彰顯你的榮耀 就是當我們越平安興省了 人家看到我們的平安興省 就會歸榮耀給神了 就說神真好 你看神的兒女多開心 多輕鬆 主耶穌求你幫助我們 將這個文化改變 就是基督徒不是在壓力之下的 我們是基督徒在活得興省 喜樂平安的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感謝天父 榮耀重贊歸給你 我們專心愛你 求主的聖靈大大充滿我們 將各有的恩賜賜給我們 讓我們經歷到神的平安興省力量 讓我們活在神的喜樂裡面 讓我們不是揹著淡子 讓我們全然的 是用心靈愛慕你 整個思想意志感情 和我們的靈都去愛慕你 整個人真是苦服在神面前 歡喜神 感激神 愛慕神 欣賞神 享受神 以神為樂 多謝耶穌 你真好耶穌 你真好耶穌 耶穌 你真好耶穌 你凡事都能 你並且凡事都幫助我們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感謝天父 Hallelujah Hallelujah 多謝耶穌 感謝耶穌 祈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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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門 牧師 那首平衡還是安靜的歌 都在你的欄裡面 你們那裏 兆寨時 其實 其實我可以遲些傳給你們的,其實你就這樣搜尋 我知道 你可以搜尋都找到的,不過我待會找給你 好,祝福大家,祝福大家同在 如果你再有問題,你可以傳在群組裡面的 好的,好,拜拜 謝謝牧師,拜拜 不用客氣,好,拜拜,祝福你們 謝謝牧師 不用客氣,祝福你們 好,拜拜,祝福大家 在這裡想說 李溫哥這邊有沒有一些是你的 因為我覺得你的教導和你什麼來講呢 我信了主,受診20年,但是我是25日認識你到今天 我可以得到有很大的幫助 我當然,我不是說去獨特去比較 我知道你是一個牧者,但是我認識很多牧者 我們就沒有聯繫 你可以看一下有沒有什麼聖靈充會 五巡宗的教會可能比較 他們的教導會會比較多 譬如神教會,Assemblies of God 我可以傳個名字給你看,你在那裡找一下 那裡有沒有 不是,因為我已經 因為為什麼我不想再去接觸人 其實我的意思就是 我都會交給神,是希望一些 我亦都會把你的教導和一些東西 我會傳給我那些 那些人 那些人當然是有興趣 我會大強給這些人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 因為你的時間太過忙 我感覺到你有很多的 很多的 commitment 我覺得Wayne Cooper 我覺得不只Wayne Cooper 其實是在很多地方 有這些教導 因為我是有很大的得著 雖然我25號才懂得 教育和運動 但是那裡有很大的得著 感謝主 其實我是很想擴闊我的領域的 是想祝福人 其實我的事奉全部我都是義務的 不是為了錢 不是為了什麼 只是想祝福更多人 如果你有方法去幫助我們 推廣給更多人去參加我的事奉 看我的影片 那些都是我歡迎的 如果你有接觸到人 他們願意去推廣 或者有牧者 他們想說 我都能夠幫到他教會的 那我都很樂意的 就是任何教會 想我幫到他 不是為了擴展的權勢 而是想祝福的 那譬如有些教會說 我想更加得力 那些人更加喜樂 是奉神 那我是很樂意去幫助的 那尤其是教育 我是會用多一些時間的 明白 牧師 因為我 我想群組裡面 我想你可以和其他弟兄姊妹 叫她一起祈禱 其實我 我不是 就是和你完全不相識 25個才認識你 但是我是真心的 我是這幾日間 是 你令到我 是理清 我都在電話裡 我是一個很 很麻煩的人 但是我是 因為你的權 是令到我 是更加去依靠神 更加去行在 因為其實耶穌基督的教導很簡單的 就是寫基 背上自己的十字架 跟隨他 美智相愛 講完了已經 但是另外呢 加上是什麼呢 我會陪伴你 耶穌說我會陪伴你 我會祝福你 我欣賞你 我加了給你 這個是恩典 這個是恩典 很重要 是 OK 我想大家一起祈禱 我都有跟他們講過的 我也有跟他們講過 我們一起為這些事祈禱 請他們為這些事祈禱 怎樣去將這些教導 帶給更多人 前面 看 我可以 隨身 找個母親 小禮 在一起 旁邊 在一起 孔子 洲 西 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